Hello 大家好 麻辣小龙虾的教程给大家整理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喜欢的双鸡扣个料 感谢大家和老铁以及你的支持 谢谢大家家庭做法 首先我们来备料 我们准备这种鲜黄的小龙虾 这个超市和市场都可以买到 然后我们准备葱 姜 蒜 香叶 八角 花椒 麻椒 辣椒 还有火锅底料 首先我们把盐在龙虾的尾部 把虾线给它抽出 然后放入盆中加入适量的水 加入盐给它清洗干净 多清洗几遍 然后我们凉水下锅 加入葱姜 开锅给它煮至一分钟 将我们捞出锅凉洗净 我们锅中加油 把这个小料给它炒香 加入一小块的火锅底料 少许的生抽酱油 我们给它炒香 炒完后呢 我们把龙虾放入 给它翻炒一下 加入适量的水 水呢要没过龙虾 然后呢 我们加入盐 鸡精 还有少许的十三香 给它调味 我们大火烧开 给它中小火微制 微制20分钟 给它微熟 微制呢 它这有点浓稠了 我们给它关火 然后呢 浸泡半小时 让它更加的入味 就可以食用了啊 非常的简单 好吃 家庭盗法 喜欢的双击鼓励 谢谢大家